相比很多生理上的疾病 我觉得心理疾病 是更加影响我们的健康 摔了一脚 腿扶过皮可以吐点点酒 这人心害病了 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了 现在很多的人呢 都有种病态的心理 百斤 微信里那陌生人啊 动不动就问你要红包 少则两块多则两把 你这么想要红包 你问蚊子要啊 让他给你包个大的 是不是想着心里就痒痒的呢 我这时候顺便称个称 看看瘦了没啊 天才与奇葩 天才是这样给猫咪称体重的 在称上放一个篮子 猫咪就会乖乖地躺进去 是不是很机智啊 而奇葩却是这样给狗狗称体重的 搞得乖乖想称吧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因为在减肥怎么还胖呢 一定是这个称的不标准 你都问你何用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天才狗狗是这样帮助小主人的 小主人你等着 我去给你拿毛巾 加油 忘了 你是最棒的 给你 快把脸擦干净 我们出去玩 而奇葩狗子却是这样的 主人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成果 怎么样 是不是充满了艺术的感觉 快滑了 天才是这样玩跌背的 你这手速真是太快了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而奇葩却是这样玩跌背的 据说只要你手速足够快 背子里的手就不会散出来 感觉我是失败的 得了一种音乐一响起 就玩跌背的病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就连面对我最喜欢的饮料也一样 最重要的音乐一响起 就是 cont future obile的胸 和前向 nine超级 没有~~ 除热描去 爆草